另外北京时间昨天23时36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 成功向通信技术实验卫星六号发射升空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5 4 3 2 1 点火 通信技术实验卫星六号 主要用于卫星通信 广播电视 数据传输等业务 并开展相关技术实验验证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360次飞行